當然要預防癌症 其實真的沒有想像中的困難 因為學者指出 因為現在不只可以定期 做我們剛剛看到的各種檢查 那如果發現自己是離癌的高危險群 也可以著手改善生活習慣 來降低我們離癌的風險 經常喝酒 總是吃高油脂食物 這些都可能增加離癌風險 203年國人十大死因 惡性腫瘤 也就是癌症 已經連續32年蟬聯第一 要如何防癌抗癌是全民最大課題 國內學者正在研究 要如何預測離癌風險 如果以慢性B型肝炎 導致肝癌的預測模式來講 很簡單 就要用五個指標 例如說性別 年齡 肝功能的指標 抗原以及血中的病毒量 我們就可以很準確的 來預測三年 五年 以及十年的發生肝癌的機會 將這五個指標整合起來 就可以知道個人的離癌風險 除了肝癌之外 目前國內也在做BN癌 肺癌和子宮頸癌的離癌風險預測 整合已經知道的危險因子 像是子宮頸癌風險 就會依照人類乳塗病毒 子宮頸抹片的結果 還有是否服用口服避孕藥 來預測未來的離癌機率 如果我們可以用來預測 沒有肝硬化的病人 那三年的準確率 甚至可以高於90%以上 另外學者也說造成癌症的危險因子當中 有40%和不良的生活習慣有關 只要提早改變就可以預防癌症發生 有點TV有創話在嘉儀 台北報導